记者吴博宣台北报道,台湾大学校长领选争议案因当选人管中民涉及资讯揭露,利益回避乃至学术伦理等争端,外界沸沸扬扬,校内师生千人连数并收集到35名代表同意,要校方紧急召开校务会议,但因校方要求代表亲笔签名,预计过年前将无法召开会议。 台大校长领选当选人管中民在领选过程中未揭露有台湾大各大独立董事身份于领委,台湾大副董事长蔡明星产生离异回避问题,再加上管与济南国际大学教授陈建良合着研讨会论文,与研究生发生图表引用争议,演设学术伦理导致纷争叠叠不休,校内师生不愿争议持续在社会发校, 要将一提到回校内发动联署抢救台大及学界神域并由学生校务会议代表行动收集到35名代表同意,要求校方召开临时校务会议,解决管中民争端。 5日已将申请送给校方,台大今日召开程序委员会讨论此案。 台大主任秘书林达德表示,经程序委员会讨论,认为这次临时校务会议的请求是重大事项,邀请联署代表人回头补充各联署人的亲笔签名,以及具体的提案内容,才能排定一程。 也会请代理校长依照组织章程紧速召开临时会,但目前确定无法赶在15日农历除夕过年前召开。 令台大在1月31日将新校长聘任公文送给教育部。 教育部因争议过大,审慎评估,发现公文内有许多疑问未解,如管中民的学术伦理部分,将要求台大实质审查并不见说明。 对此,台大研究诚信办公室主任李方仁说,上午已召开学术伦理委员会,针对教育部的实质审查要求进行讨论,表示日前学伦会议已有实质审查过,会再将内容写得更详细,说明为何台大学伦会做出不立案调查的决议。 立方仁解释,该论文是研讨会尚未成熟投稿的公开论文,由纪大教授陈建良主讲,冠中民最主要整理与撰写者,学伦会委员有检释论文内容,没看到乱七八糟的造假或无中神有等内容,但认知该篇文章虽真是在引用上没。 有很清楚,可能是陈建良与其学生之间的共同研究中,引用部分不明,只是并未真正进行学术投稿,如果因此要启动学伦调查,那台湾很多文章都要启动,思考分寸,轻重后才做出不立案调查的结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